还是回昨天这个位置啊 昨天在这里跑了两个大鲤鱼 很势不服 今天接着来干 这个是我自己绑的爆炸钩啊 昨天那种爆炸钩感觉不行 还加多了一个猪猪浮球反体调 我绑的这个爆炸钩就是 比他们那些成品的要长一点 我感觉他们那些太短了 哪个成品的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是他们绑的 看吧 对比一下 我的应该比他们的长了一公分左右吧 他们的是千柚五号钩 我用的是一四尼九号钩 一四尼感觉靠谱一点 今天就用我绑的这个爆炸钩来掉 看一下效果好不好 先来看一点耳料 爆炸额 一袋1.8斤用好久了 一袋可以用很久 一袋可以掉掉几天了 再来今天手一天整多一点 整个半斤 再加又一点三瓶额料 随便加一点啥都行 增加一下效果 加一点三瓶额料 那个腥味重一点 还又愉快一点 虽然单单用这个爆炸额料的话 它那个味道很淡很淡的 淡淡的一股清香味 没啥重的味道 水就随便放了 看着来加 哦了 散泡 就是这种散泡 开稿 OK了 杆子下完了 就抛三个杆子 没必要抛太多 有鱼一个杆子照样保护 没鱼抛十个杆子也没用 操网已经准备好了 等待上大鱼 今天目标三条大鱼吧 一根杆子上一条就好了 现在九点钟 看一下要多久才能上第一条鱼啊 开稿开稿 要凉了 水草大部队又来了 但凡水草卡住线 我那个鱼沟要是走位了 就没用了 这爆炸额料 难搞哦 这几杆的额料应该没用 钓不到鱼 因为太多水草下来了 上面一大堆你看 这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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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吓死人 收干 收干 抛干没戏也在这个位置 下去掉手干去了 全是水草 我这个鲜被推了好几次了 额料都被它糊糊完了 掉手干啊 掉手干啊 趁我梳的窝子 它就在隔壁 两里这样的 它拿这个竹子架的 非常的nice 那些水草进不来 做的这么矮五米四的 一点多克的签 转出去 站着它 太矮了就得 坐到中间了 哎呀哎哎 第一条土鳞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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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都给它跑了 没捞上来 终于 三条鸡 小鸡鱼 小鸡鱼 哇 还勾掉了这么多鱼鳞 应该是双飞的吧 这个鱼鳞这么大 还有一条没打到的吧 或者我问你这把鸡的泡罐了 中了 三角鸡 前都是三角鸡 没有土鳞的 刚刚都还有土鳞的 黑条 三角鸡 小三角鸡 又一条 连杆 黑飘 鲤鱼 要么土鳞 不是我 这种魔鬼 三角鸡 这么大一条啊 还行这条 黑条又一条 就等它黑条 前都是这个三角鸡 收干收干 没有口了 钓鱼翁 钓鱼翁过来就一口没有了 这个锅它要背 还是钓我的泡干 手大鲤鱼快落啊 就是太多水草了 不然我肯定今天能收到一两条了 现在还很多水草 到处都是 不钓了不钓了走了 还有点事情要处理 看鱼后看鱼后 全是三角鸡 有一个土鳞 没拍到 鱼不要了 倒给我输了 一看 一眼 我们去拿盐 再拿盐 准备 最后再拿盐 这些东西 需要 处理 券